嘚 嘚 嘚 三个字 在用法上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很多学生 甚至一些成年人也经常混淆 为了帮大家区分这三个字 今天老师为大家讲一个嘚 嘚 嘚的故事 在很久以前 汉子王国的一座房子里住着三兄妹 他们分别是大姐白韶嘚 嘚 小弟土野嘚 小妹双人嘚 虽然他们长得不一样 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读音 嘚 因为他们相同的读音 许多同学总是把他们混淆 今天我们就看看他们究竟有什么不同 大姐白韶嘚 经营着一家杂货铺 杂货铺里的东西无所不有 有彩色的铅笔盒 美味的蛋糕 食用的闹钟 舒适的座椅 除了一些常见的物品 白韶嘚 还搜集到各种各样 稀奇古怪的商品 捕捉疯的网 会唱歌的小树 开个没玩的花朵 有眉动听的歌曲 飘来飘去的白云 只要你能想到的 白韶嘚的杂货铺里 准能找到 所以如果你看到各种表示物体名称的词语时 前面一定会有一个出色的杂货铺老板 白韶嘚 小弟弟土野德 是一个喜爱运动的小男孩 他有时悠闲地散步 有时欢快地跳舞 有时兴奋地跳跃 他最讨厌长时间的等待 不只是这些运动 土野德还经常和小朋友们一起 开心地捕蝴蝶 看图书 踢足球 又小狗 总之 在所有表示动作的词前面 你一定能发现土野德的影子 土野德 擅长运动 但不擅长表达 小妹妹双人德 就非常善于评价和赞美别人 他会对别人的动作这样评价 你的球踢得可真棒 哇 你跳得太精彩了 他会赞美周围的人 你强壮得像一头小牛 所以当你要评价别人的动作时 或是要赞美别人的时候 你一定要用上双人德 好了 你记住这三兄妹的区别了吗 他们分别是喜欢收集各种物品的杂货铺老板 白韶德 后面加上名词 喜爱运动的土野德 后面加上动词 喜欢评价善于表达的双人德 后面加上形容词 如果你还不能很好地区分他们 那老师教你们一首 哲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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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次站在动词前 勤奋的学习要积极 辛勤的劳动花力气 左边两人就是得 形容词前要用得 乌龟乌龟爬得慢 兔子兔子跑得快 同学们,儿哥记住了吗? 那接下来,老师要考考大家了 请你帮得得得找到家 聪明的同学们,你们答对了吗? 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 希望你们能掌握区分这三个得的方法 再见 讲 讲 Previously 我们的工作室 稳竊